现在几乎所有的体检中都有肿瘤标志物检查这一项,对于自肺体检的人,费用相对比较高,有的人会有疑虑,有必要抽血查肿瘤标志物吗?答案是肯定的,临床上不少肿瘤病人是通过查肿瘤标志物发现升高,才发现的肿瘤,一个朋友的父亲,在单位常规体检中查肿瘤标志物脚胎蛋白升高,超过200多。 然后进一步检查,发现是原发性肝癌,肿瘤标志物项目很多,有几十项之多,作为体检没必要每项都查,一般体检中有肿瘤生产三项或者四项,常用的是假胎蛋白,IK抗原,血清X2,CA199,对于自主选择项目的体检人员,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项目,比如年龄较大的男性, 除了其他重瘤标志物项目,最好要选择PSA,这个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,如果明显升高,要怀疑前列腺癌可能,对于长期出烟或者接触化工原料,本城的人可以选择肺癌相关的一些指标检查, 女性可以选择X53,CA125,SCC等指标,主要针对乳腺癌,卵巢癌,宫颈癌等肿瘤做一些刹查,对于有已干病史或者长期已久的人要查一下假胎蛋白,这个是原发性肝癌的特异性指标,除了几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, 大部分肿瘤标志物特异性不强,什么意思呢?比如癌配抗原,肺癌,肠癌,食管癌,肺癌,肝癌,乳腺癌,复克肿瘤都可能会升高,而且有些良性疾病,严征,肝功能异常等情况下,也可能轻度升高,部分确诊的肿瘤病人肿瘤标志物从发病到最终都是不高的,所以肿瘤标志物不是绝对的, 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,不高不能百分百排除肿瘤,但如果指标明显异常,比如高于正常值10倍以上,一定要提高警惕,这也是肿瘤标志物作为摄查项目的意义所在,目前的医学还没有发展到咽血就能百分百明确是否有肿瘤的程度。 早期肿瘤的病人,肿瘤较小,肿瘤细胞是方大事业,中的各种代谢产物量较少,肿瘤标志物可能不升高或者精度升高,所以肿瘤标志物发现早期肿瘤的概率较低。 有些人认为我年纪轻轻,查了一大堆指标都是正常的,不是白花了钱吗?这个只能说明健康意识不强,查不发现都正常不好吗?不查怎么知道是否正常呢? 由于日本未来高发,未尽在他们国家是成规体检项目,毕竟科学在发展,人们健康意识在提高,能花点钱提早发现问题,还是很有价值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